计划交易 知行合一 买卖规则 终于预测 欢迎来到全网最强信息居住平台Coinite 在这里你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享受全网最全面最准确的开单信息 好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行情 昨天的视频中连最大的空投V语解都看多了 果然比特币在昨晚的时候就一根针插到了44300附近 但是依然没有破钱高 我一直认为狗装要在圣诞节前后搞事 还有四天华尔街就过节了 那昨天这波拉升异域何为呢 如果是直接突破了44700那个钱高的话 那就非常的明确要向上 但是他又没有破钱高 华尔街的操板手在这个时候做出这种动作 是怎么想的呢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博主最新的观点与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阿菲罗 提大昨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说 平行顶站上去了 若没有跌回则没有做空条件 然后在今天一点半的时候他说 之前的平行定位支撑只要未跌回 大概率会去测试之前的高点 相当于昨天上涨的时候 提大认为有可能去测试一下44777那个地方 但是并没有 接着在今天一点钟的时候他说 留意跌回 若跌回可是做猎杀止损 好这是提阿菲罗提大观点 相当于昨晚10点半的时候 他都提示大家要看多了 随后比特币没有破钱高 提大提示大家有可能要跌回 其实跌回的话大家也不用看太低 下方的支撑位在42400附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提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冠军Daniel 他昨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说 NICE从支撑区的大会合处反弹 我仍然非常看好Coinbased 预计下一个交易日将升至190美元区域 随后在昨晚7点钟的时候他跟大家说 我还没有空投交易 继续做多保持冷静偏向看涨 所有的下降都是为了买入 直到我们达到更高的目标 我的计划也是如此 继续做多攒无空投交易 看涨预测将触及更高的价格目标 就在昨晚10月中的时候他说 Lily漂亮的移动到了我们的目标区域 完美的区域 我们现在得到一个小范围的形成 然后看看我们是否会到达SFP的范围 44000点然后关闭 等待纽约开盘 然后接着说 完美的上涨走势止住了所有早期空投 为我们带来的利润 我仍然希望到44000以上走高 我仍然没有做空交易 就在昨晚1点半的时候他接着说 我认为这里仍没有重大弱点 仍希望走高 尚未做空 现在我想看看我们是否能在 当前高点上方形成一个SFP 然后有人跟Daniel说 总是跟Daniel直播中说的一模一样 随后Daniel回来他 今早起床之后他还会进行一场直播 好这是图表冠军Daniel的观点 昨天的直播中他说 42400点就是目前的底部了 不能开空只能开多 看多的话他是看到44500 在直播中Daniel完美的预测了昨天的走势 他让大家一定不要开空单 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Daniel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区块链GG手Vivi 他在尊重12点钟的时候说 我现在要睡觉了 止损处于收支平衡状态 如果他击中我给你新的点位 我会早点的起床 相当于BAM的多单赚了21% RNDR的多单赚了19% 然后昨晚7点钟的时候他说 每笔交易获利50% 并把止损向下移动 以达到收支平衡 相当于昨晚的时候 BAM赚了86% RNDR赚43% 谁有他接着说 预计在纽约开盘前 会小幅回调到42区域 没有入场的小伙伴 可以在纽约开盘前入场 对于那些没有上车的人 我的选择是GALA GRT AROUND 但是比特币昨晚回调的最低点 也就是42,700 只是踩了一下社区指标图的大通道 然后在昨晚10点半时候他说 纽约开盘最新情况 标普指数看起来仍然不错 Coinbase股票和比特币矿业股票 看起来都不错 他还有更多的上升空间 继续做多 不过在44,444的价位上卸载了一些 请随时通知你 我们目前的回调幅度为-0.27 在任何抛售之前 他必须在直接阻力 红框上方少除流动性 因此仍然看多 相对于他认为 比特币会去不停的触及 0.27那个地方 44,200附近 多次触及少除流动性之后 比特币就会破钱高 接着在今年年3点钟的时候 他说 BC美元今天似乎精疲力尽 日间交易者应该当天离场了 我仍然要求波段交易者 在此再吸纳25% 并在收支平衡时移仓 直到圣诞节 让我们从12月22号开始慢慢获利吧 好 这是区块链狙击手VV的观点 相对于他认为 接下来走势会是小幅区间震荡 然后就破钱高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V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波浪理论 刘玉东 他今早十年半时候说 大通投Vision哥昨天认输 并转而全面看多以后 美股当天从最高点暴跌1.5% 专家只要一看多市场就发笑 好 这是柳一东柳大的观点 相对他认为Vision哥是一个繁殖 看来不管币圈也好 美股也好 都有很多的繁殖存在 只要能找到繁殖 大家就相当于找到了财富密码 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柳大对比特币的观点 他说 今天观察绿色曲线41,811 维持在之上则为强势 有可能从41,811展开下一次上涨 跌波他则仍然在44,700这个调整浪之内 44,700这个调整进行完毕 是下一次上涨 目标是52,912级更高 好 这是柳一东柳大的观点 相当于的话 我们现在走势起点可能在41,811 目标是53,000 但是如果跌破这个点了 那相当于的话还在寻找起点 那这波上涨的还没有开始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柳一东柳大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亚瑟 他昨天上午11点钟的时候说 ETH 过去9到10天ETH和大多数其他货币价格 市场大部分时间都在降温 各地都在形成区间 因此最好保持耐心 并知道何时该冒险 何时该踩油门 目前每次只玩一个左右的设置 虽然看起来不错 但我们还是要看看这个设置是否可行 XRP在本周稳赚之前 我不想增加太多风险 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高点 相当于他认为0.64那个地方是一个高点 可以在这个蓝色区间做多 对应的价格是0.59 然后接着说 我们的感受 喜欢XRP多于狗狗币 我不认为它会减慢出血速度 但在0.52到MS比特区域以上 它可能会横跨ALTS 用于以太坊和比特币 我最终要打入这个市场 主要是做我知道对我有用的事 然后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 他说 比特币目前 我们在高点上方交易 看起来很好 直到我们回到内部和毫秒间 或者突破高点和毫秒点 没有空投 我们将把它视为牛市突破 所以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继续做多我的拖头 如果我们在比特币上方出现这种情况 我将退出并做空 相当于亚瑟认为 如果比特币破前高没有成功的话 回调并跌破42600 他就会开空 所以我他说 ETH对比特币 用鼻子俯衷 XRP我的目标是0.7以上 因此RR接近4 XRP的价格目前是0.615 相当于亚瑟对接下来走势 依然是看涨的 他期望比特币能破前高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罗胜 罗胜到迪拜之后 好多天没有说话 然后昨天的精神2点钟的时候 他说暴跌 调整这么多天 费率还这么高 一时万会估计没戏 这几天BNB是硬起来了 胡锡进说了 总不能跌到2000吧 要相信国师胡锡进 他说是国师胡锡进 的外号不是雕盘吗 随后他说 现货拿稳 死你也不至于 截止目前没问题 调整时间太短 应该还要继续消磨几天 再调整一周起飞 好这是罗胜罗大的观点 相对于他现货还没有出 他认为比特币再调整调整 圣诞节过后就会起飞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罗胜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志哥 志哥在昨天上午9点半的时候说 ETHI官方电报群 建议大家都部署一些 想了解更多可以加入他们的电报群 我的成本价是3U 目前价格是2.7 2.5到3.5之间都可以买入 总量2100万个 流动性目前小 所以价格波动大 不要在乎短期波动 等他上交易所 我投资任何现货都是看准就上 不补仓不减仓 这个币占我总仓位的10% 剩下85%都是比特币 目前我只持有5%的ETH 其他都换成了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最近持续利好 等比特币破新高再换以太坊 目前假的ETHI也有 还有假的ETHI钓鱼网站 一定要认准我发的网址 否则后果自负 大家可以暂停的看一下 智哥给的网址 如果要投资的话 不要买到假的 不要被骗了哟 然后在昨天下午3点钟的时候 智哥说 比特币多单入场 价格42,820 好这是智哥昨天的报单 和他推进的山寨币哦 ETHI这个币 目前还没有上交易所 那智哥就是拿他来博 10倍100倍的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参考一下智哥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抒情 他昨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说 大家小心了 距今开始行动了 这个大哥今天分4次 每次2500左右个比特币 转到Coinbase交易所出售 共计1万枚 价值4.5亿美元 然后在今天凌晨1点钟的时候 他说 比特币双顶了 不是但空下对不起自己 比特币交易方向做空 长线低倍 入场价格当前44,000附近 信心度中 倍数8倍 仓位10% 只赢TB38,000上方 TB2,00041,000上方 止损 小幅涨破4,0006,000 然后在48,000可以再开空一次 理由是比特币双顶 阻力强劲 可以空一手 ETF1月初出结果 利好出镜 有不小的概率开始回调 球稳就现在不空 在48,000飞波拉器阻力位做空 好 这是书情的观点 相当于他今天凌晨 带大家在44,000去开了一个空单 赌就赌 ETF审批不会过 这是个中长线单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书情的观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斗逼米哥 看昨天晚上6点钟的时候说 BTC线性图通道视角 前几年跌到40,500支撑位 拉上来后回到通道内 昨天的41,900 支撑41,900 比特币日线视角 骑着日线均线继续涨 米狗专属趋势线视角 前几天的低点刚好也是突破回踩这个趋势线 ETC周线叙事很久了 目前站上了周线均线之上 预计会开始猥琐发育 然后一鸣惊人 最低看52 最高看117 等以太系叙事起来 灰度仍然是比特币最大的玩家 也是ETC最大的股东 大概率搞事情 想买的推荐定投 ETC目前的价格是20 米哥最低看到52 最高看到117 那就是2.5倍或者5倍是吧 谁有他说 呵呵聊天群 好这是米哥昨天的爆单和他的观点 相当于他非常看好ETC这个币 因为灰度仍然是比特币最大的玩家 所以ETC目前还有2.5到5倍的上涨潜力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米哥的观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OPTI一小时的爆仓图 大家可以看到 多均的力量比空均要强 庄家订回41700区 就会把大份开多人全爆完 开多的最高量能可以达到1.7M 庄家涨到之前前高 44700区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爆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的全局爆价图 昨天这波拉升之前 有很多人去开了多单 他们集中在地方在42800到43000 这波钱绝对是聪明钱 量能不太大 1.6M 狗庄是可以无视这个量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发生什么了 以太坊终于跟比特币不一样了 狗庄上涨的收益比下降要高 开空的人比开多的人要多 庄家涨到2250 就会把大份开空的人全爆完 下跌的话 跌回2160 就会把大份开多的人全爆完 每次以太坊跟比特币有分歧的时候 都会有事哦 大家还记得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2350那个地方的空军减少了 目前只有1.65M 主要集中在交易所是Bitget 还有BITMEX这个交易所 BNO亏上的量不大 好 今天的内容分析就到这里 如果需要社区VIP实时报单策略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加入社区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